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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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奏出福爾摩沙 Playing for Formosa 的創辦人 王之民 Jimmy Wong Playing for Formosa 是一個推廣音樂的協會 我們希望藉由創新的溝通方式 將音樂的增扇煤帶入到人群 走入社會 先一開始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紹一個故事 說一段故事來介紹一下我們的理念 You are what you believe yourself to be 我相信這句話大部分人都聽過 它是小說煉金術師裡面最著名的一句話 其實我小時候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都有點嗤之以鼻 我覺得在一個先天條件跟後天努力 決定一切的世界裡面這種態度或這種思維 其實非常地不切實際 甚至好高誤願 但是隨著我年紀慢慢地長大 我覺得我對成功 我對價值 或是我對這句話的領悟 都有了滿顯著的改變 我在想也許這句話在講的不是一個物質或是微物的改變 我可能並不能因為我的這樣的一個意念 就瞬間成為超人或是成為我想要成為的人 可是可能因為我有了這個意念 我起身我動身去改變 經歷過一段求真的掙扎後 我的意念將可以為這個新的我 帶來無限的價值跟可能性 當我慢慢長大的時候 我開始思考過說 為什麼在既有的架構下 我們慢慢地長大 我們大家不會去思考說 我們是誰 我們要追求什麼 我們不會去想像 我們不會去求真 我覺得好像在既有的社會結構下 我們往往會因為物質或是社會氛圍或是社會上大眾的期待 把自己壓得喘不過氣來 然後慢慢地我們就上上司做這些事情的動力了 那也許因為我是一個音樂家 所以我覺得我思考方式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我問自己說 真的我們把想像力把文化 把我們一些情感上的東西 把它看得很重 我們在世俗的眼光 可能真的有那麼的不切實際 有那麼的過於理想化嗎 但我這時候我就開始問我自己說 那我們這個社會裡面的價值 我們的觀念是怎麼形成的 可能我是一個很激進的人 我現在就突然就覺得 好像全部都是我們想像出來的 然後就默默地達成了一個共識 所以也可以說在束縛我們 我們在綑綁我們的很多東西 真的就是我們自己家住在自己身上的 英文有一句話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Life is a point of view 我覺得其實這句話在講的就是 對我來講我覺得就是 我們的快樂與否 我們能不能做什麼 其實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的 去年暑假的時候 我和我的家人到巴塞隆納去玩 然後尤其像你看照片裡面 這是高地的聖家堂 我走在巴塞隆納的陸上 我就有一種莫名的感動 因為我看到的是綠化的建築物 我看到的是寬敞的行人道 我看到的是漂亮的公園 我看到的是保留完善的古蹟 我覺得最令我感動的是 我覺得我個人在當下 尤其在去年 我覺得是在我生活環境裡面 是一個蠻消極蠻分屍基礎的一年裡面 我看到一個社會 一個群體一個城市 用他們的一個意念去追求 去保留一些利他的這種價值觀 藉由大家的想像力 你走在巴塞隆納的路上 你會感覺到在這個城市裡面 任何的想法 任何的idea都是可以被包容 都是可以溝通 都是可以被挑戰的 然後回到台灣 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去年可能 大家對這個社會是非常的負面的 可是我看到的卻是無限的可能性 我覺得可能比較負面 我們比較消極的人 會跟我說歷史給我們的條件 歷史的齒輪轉動的不太一樣 有些人可能會跟我說 高地蓋的那些東西 都是邪惡資本家 或是一些階級衝突下 所產生的東西 但是這種論述我覺得 有它存在的理由 可是對我來講 真正留下來 真正遺留下來的價值 不是在金碧輝煌 不是在它高高的宏偉上面 是真正遺留下來的價值 對我來講是高地 比方說它從大自然中取得的那種靈感 取得的那種感覺 是現在站在那邊的綠化建築物 被摧毀的工廠 現在被改成公園 對我來講 這就代表了 我們能夠真的用我們的想法 我們的想像力去超越很多 限制我們很多我們認為不公平的事情 那其實我覺得我們大家在這個時候 可以停下來想一想文化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 假如大家有思考我剛剛講的東西的話 文化我覺得就是一個社會 或是一個時空背景下 大家對藝術對思想 對價值觀的一個共識 但是我覺得作為這個社會的一份子 我覺得我們能夠決定 我們這個社會的文化定位 我覺得在 在這點上我覺得這是一個精神上的自由 是非常可貴的 所以我覺得假如我們能夠理解這一點的話 我們有我們的文化 我們有我們的自然 我覺得我們的未來是在我們的意念裡 等著我們去創造 我四歲開始學音樂 開始拉小提琴 其實今天聽一些你們小朋友在講的夢想 然後我就開始回想我四歲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夢想 我最近自己在教學生 我常問我自己這樣的問題 因為人總會有迷惘的時候 那我其實回過頭來看 我覺得我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的說 這就是唯一的 我只是覺得說 好像拉琴還蠻好玩的 然後音樂很好聽 然後慢慢的我覺得 我開始認真練練習 開始有時候可能是被家長逼迫 拿著棍子揍我這樣 慢慢的我覺得在這過的過程中 我找到了很多個人的成就感 我覺得我意識到說 當我開始質疑我身邊所有事情的存在的時候 我覺得音樂對我來講是很真實的 我拉的每一顆音 我拉的每一個樂句 它代表的都是我自己 那我覺得在這個世界裡面 能夠有這樣的一件東西 是非常珍貴的 然後慢慢的我也感覺到說 一個人活在世界上 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 然後是對你自己負責任 不是對社會的任何的期待 任何的什麼去負責任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貴 非常珍貴的事情 也因為這樣 我越來越熱愛音樂 然後當你是青少年的時候 就像你打籃球 你會想要把另外一隊幹掉 你就是會想要成為最強的人 所以小朋友難免功利心重嘛 這沒辦法 這慢慢調養 但是 所以我那時候就 就開始跟我爸媽說 我希望能夠出國 然後 我覺得我也很幸運 他們就都還蠻支持我 在溝通之下 然後因為這樣的機緣 我覺得我高一念完的時候 我到中國大陸去念了一年書 我為什麼會去中國大陸 是因為我小學的時候 不是小學 我國藝的時候 參加了青少年才可福之地音樂比賽 然後我那時候就看到說 我覺得 我就看到說 其他國家的小朋友 其他國家的學生 是經過怎樣的訓練方式 那就像我講 對一個小朋友來講 有些東西是非常迷人的 就像你手動的快不快 你很多東西做不做得到 就有點像你在賽車一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對這種東西 我就覺得 我在台灣長大 我好像都沒有做任何這樣的訓練 然後我就覺得 我必須要去經歷這樣的過程 那過了一年之後 由於一些台灣的政治因素 不承認學弟之類的 所以我就到美國去繼續追求我的夢想 其實這時候我想要插一段話就是 當然除了說我想要拉得很棒之外 我那時候就已經慢慢的有一些感受 就是開始詢問自己音樂是什麼 因為當我到國外去的時候 我看到其他國家的學生 其實當你熱愛音樂的時候 你對自己是會非常坦白的 然後你看到說別人可能起步比你早 或是在現階段很多東西做得比你好的時候 其實就像我剛剛講 對一個功利性比較重的高中生 或是當你的價值觀 比較是靈和的一個人來講 這是一件非常沮喪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開始有 喪失我的熱忱 我覺得說 我沒辦法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 這種感覺其實非常沮喪的 那也是就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問自己說 音樂對我自己來說到底有怎樣的含義 我就問自己說音樂對我來說是什麼 其實你小時候上音樂課啊 或是你聽廣播電台 你都會聽他們講這個問題 然後也都會講得天花亂墜 我覺得都很抽象 就聽到就哇 就覺得很不得了這樣 那其實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反正就好聽就好 然後當我開始經歷這些掙扎 這些瓶頸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對我來講 on a very personal level 音樂對我來講是 就是小時候我看到馬丁路德吉尼書哭的那種春真 音樂是我每次談天愛的那種忐忑不安 是那種高貴無我的感覺 音樂對我來講也是 也是我面對這些浮華世界 面對零和世界的這種憤怒 對無常 對這些事情的無奈 對愛和同理心的嚮往 但這是我很個人的感覺 但是簡單講 我為大家講的話 我覺得音樂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能夠將你人生裡面的情感 將很多的價值觀 不管是負面 正面 悲痛 快樂的 藉由它的描述 它可以昇華出一種動人的美 然後這個時候我本來想要引用 我最喜歡的一個小說家 就是俄羅斯的小說家 叫Dostoyevsky 然後它在它的那個 the editor裡面 有一句我很喜歡的 它就是叫做美會拯救世界 那其實我小時候看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美是指說很美麗的人 還是很美麗的什麼 然後就是剛好在 在我想到這點的時候 我就想說可能就是這種 超乎一切的美 能夠感動到每個人 其實剛剛那就是My story 但是My story還沒有結結結結束啊 我剛剛那樣子 我持續的追夢 我沒有放棄我的理想 假如你們有在拉琴的話 我的理想到現在還是要成為海菲茲 假如沒有聽過的話 回去YouTube聽一下 超好聽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當我畢業的時候 我就開始思考說 我在這個世界 我在社會中 到底要扮演怎樣的角色 因為我覺得這不管任何 你們在座每個人 到某個時段 你們必須要這樣很誠實的問 問自己 那其實你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剛開始非常非常恐怖 然後我也看到很多的朋友 因為這個問題 他們開始做很多的妥協 可能以前我們會一起玩音樂 他可能就慢慢的 就會想要去找一個穩定的工作 那我就問自己說 有必要真的這樣嗎 就是 為什麼我相信這麼動人 這麼美麗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 為什麼到最後一定要變成這樣 我怎麼感覺到好像 我覺得這麼美麗的東西 但是他在社會上的聲音 是越來越小聲 是慢慢的被遺忘的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決定跟我的朋友們 成立 其實我們想要做的就是 其實我們想要做的就是 因為我們真的相信說 當我們很誠懇的跟大家溝通 當一個人很誠懇的 用一種我覺得最中性的方式去描繪自己的感情 我覺得這是每個人都可以被感動的 那我個人覺得說 很多音樂在這個社會上會慢慢的不被重視 是因為第一點 它稍微複雜了一點 然後再來是它有一些門檻 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高 那在美國久了 其實我覺得不只在音樂上有成長 我覺得我對整個社會的運作 我也有一點成長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推廣的方針上 我們偏向於兩個主要方向 一個是推廣性質的演出 一個是教育 在教育方面 你會看到我們去年在美國的GoFundMe上面 我們開始了一個計劃 就是因為其實我相信 我們每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可能我們在學校裡面 或是我們在家裡 我們感覺不到 但是我們是活在一個生態環境裡面 那跟任何的生態環境一樣 就是每一環節都很重要 假如每一環節的人都有參與到 一件事情的話 這對整個社會 對整個方式的運作方式是好的 任何經濟學 或是現在歐巴馬的什麼經濟學家 他們都喜歡這樣講 那我覺得經濟或社會固然如此 我覺得音樂也是這樣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提供比較弱勢的小孩 就是免費參與音樂的一個門檻 我自己個人是每個禮拜會播一個小時 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到 到我家附近的社區服務中心 跟他們有這樣的一個義務性的教育 其實我並不期望說他們會成為專業的音樂家 我只是覺得說 可能他們在年輕的小的時候 有接觸到這樣子 可能會啟發他們去有不同的思考 就算沒有的話也可以培養一個眾生的興趣 那在教育方面 我們也有定期的在肯納自閉症基金會辦講座 也是蠻確實的落實我們所說的 就是真的將音樂的真善美 帶給社會上的每一個人 我們在未來也會希望能夠 在各個社區辦音樂講座 藉由不同的互動方式慢慢的去帶領大家 去用不同的角度去聆聽去欣賞音樂 然後在我們的推廣演出方面 我們是定期的舉辦社區音樂會 因為我常常會想到以前那種 可能十六十七世紀的 不管是中國社會或是歐洲社會 就是可能大家都活在一個小社區裡面 然後你平常早上走路一走路 你就會看到有人在練武功 聽到有人在那拉琴 然後可能就你local的吉普賽人 就會在那邊拉音樂 我是覺得 就是現在社會沒有這種東西 我覺得還蠻可惜的 當然有它的原因 但是我覺得 我們也可以去做一件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這樣 然後我自己定期的 有時候會去國美館 大概一個月有兩次 我會去那個演出 然後有時候也希望 當然希望可以帶我朋友去 但是大家都要賺錢 所以有點忙 那其實這件事可能 乍看之下也不是那麼的有意義 但對我來講 是某種程度上 我覺得是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有一個夢想 就是我在那邊拉 其實我常常是很隨性的拉 自己想要拉的東西 然後我其實常常會想說 可能旁邊的一對情侶 或是一個母子走過去 可能就是他們 就算只有聽到一個音 或是聽到五分鐘的音樂 那是不是他們明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他們人生就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或是可能一個老人家 聽到他是不是 他聽到我的聲音的時候 他會想到 可能他十六歲的時候 談過一場戀愛 或是他以前最好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然後這也是 我們為什麼那麼相信這些事情 那其實未來的展望 我覺得我希望我們做到的是 不是一個拋磚引玉的效效果 我也希望我們 不只是一個成功的 non-profit 我希望我們是能夠改變整個生態 能夠藉由我們的分享去感動別人 讓別人進而的去分享去感動 所以在座的各位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你們自己在乎的事情 你們自己相信的事情 假如有的話 我希望你們也可以像我一樣 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去對自己負責勇敢的去追夢 成為一個夢想的實踐者 謝謝 謝謝